大家好,我是家宝妈妈 今天我们将来用南瓜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南瓜切开 去掉里边的籽儿 再去掉外皮 南瓜最好选用贝贝南瓜 去皮的南瓜500克 切成薄片 放入盘中 放入蒸锅里 大火蒸25分钟 直至软烂 看一下小鸟吧 这是蒸过的南瓜 从锅里取出来 放入红糖15克 盐1.5克 桂花半勺 没有的可以不加 像这样 用勺子 压成南瓜泥 加入植物油15毫升 拌匀 南瓜泥的水分很大 我们来翻炒一下 锅中不需要额外加油 倒入瓶底不粘锅中 用中火或中小火进行翻炒 要不停地翻动 待水分蒸发一部分 放入无盐黄油15克 中小火 继续在锅中停留约1分钟 甜香甜香的南瓜泥 就准备好了 炒过的南瓜泥 里边的水分减少了很多 而且加入了油以后 现在 带这个南瓜泥 稍微的凉一凉 你想怎么样整理它 都可以 而且一点都不粘手 你可以用南瓜泥来做 各种你喜欢的点心 或者是甜点 一个一个一个的团圆 总共团了16个 保鲜膜盖上 放在一旁备用 准备糯米粉 220克 白糖10克 搅拌混合 准备开水 190毫升 倒到糯米粉里边 搅拌 盖上 稍微的晾一晾 带温温的 我们就用手 来和这个面团 用开水来和这个糯米粉的面团 它的粘性就会很大 不容易开裂 用保鲜膜包住 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 打开保鲜膜 搓成粗细均匀的长条 分16等分 每一份约25克 室内比较干燥 用保鲜膜盖住 以防风干 拿起第一份 就像这样 从中间一摁 整理成一个小碗的形状 放入一份南瓜泥 一个生皮就准备好了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 把剩余的15个 全都这样 做好 不同牌子的 糯米粉吸水量不一样 大家可以增减调整 开水的用量 每做好一个 用保鲜膜盖住 以防风干 在每一个上边 薄薄的刷一层凉水 撒一层生的白芝麻 总共16个生坯 凭着不粘锅加热 倒入10-15毫升的植物油 把它们一个一个的放进去 用中火或中小火交替着煎 翻面 大约5-6分钟 煎至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香甜又软糯 桂花的加入 使这个馅料格外的香甜又浓郁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不要忘记 关注 点赞 留言和分享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